国阵公布的竞选宣言涵盖方方面面 但内容却没有提到 早前承诺东马领袖出任副首相一事 国阵主席拿多斯利安穆扎西解释 尽管承诺没有白纸黑字写进宣言 但一旦国阵在大选中高作凯歌 必定会在东马两州以及半岛 分别任命三名副首相 tidak dicatatkan di dalam manifesto ini kerana saya telah mengumumkan lebih awal dan pada hemat saya Kerajaan Baru Barisan Nasional akan mengujudkan jawatan tiga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iaitu satu untuk Semenanjung satu untuk Sabah dan satu untuk Sarawak dengan portfolio kementerian yang akan ditutukkan di dalam kabinet 也是国阵巴野拿多区 国习候选人的阿穆扎西 今早在选区拜票后 召开记者会时表明 国阵一旦入主不成后 内阁将决定由三名副首相 掌管不同领域和政务 以便让他们拥有实权 协助所代表的西马 沙拉越和沙巴 民席党首席拿多达勒金 昨天批评国阵 没有把委任东马 各一名副首相的承诺 列入竞选宣言 怀疑这项政策 只是信口开河 东马两州 依然还是半岛的佩菜 展现中央政府 对沙巴与沙拉越 毫无诚信 若在开河看 平沙拉越 向上 在高尾汤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